为了爸爸,她曾辞职一年半,带她走遍全球。 我陪着我的爸爸,去到很多国家,我们一边去旅游,一边去散散心。 为了事业,来自台湾的她,又做起了北漂。 她从小与众不同,童年的理想竟然是当... 我想当女强人。 阴差阳错,现在她的职业是什么? 而她,纯情可爱,为何所爱佳肴,竟成大家的噩梦? 那她身上的服饰,又有什么讲究? 年轻的她们,为何来到构实上? 在这儿,她们又能否找到全新的自己? 敬请收看构实上之我要的幸福。 时尚重塑自我自信改变人生。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新一期的购物时尚,我是高博。 大家好,我是贝贝。 首先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时尚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白晨刚。 你好,大家好。 造型专家,岳晓琳。 服装专家,文浩天。 欢迎三位。 又是一个制作周期,提前给三位道,辛苦了。 辛苦。 谢谢你们参与节目,说说主题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绝对是不错的。 对。 那我家乡内蒙古,尽管我不是蒙古,但是多少生活点滴和性格当中呢,都能够会觉得自己家乡的那个感觉和性格就表露出来。 你是江西人。 没错,我是江西人。 你觉得你的家乡带给你更多性格上的投射是什么呢? 怎么都美。 要有这样的自信,要有这样的自信,而且随着节目的粉丝越来越多,喜欢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真是来自大江南北,各个地方的人追求更美的女孩都来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还有一句话呢,叫山美水美人更美,今天好像我们的选手们都符合这个特质。 是的,这个特质还特别明显,为什么呢? 他们的家乡都是旅游优质不地体,可降而知他们的底色有多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充满灵性的小女子们来本场的三位选手的基本状况。 本场第一位选手本名赖燕芳,但是呢,有一很可爱的名字叫荒荒,26岁。 视频主播来自哪儿呢? 宝岛,台湾。 对,来自中国台湾。 第二位段苏珊,28岁,独唱演员。 家乡也美丽啊。 哎呀,来自非常美丽的桂林。 对,广西桂林。 那一看她的服饰呢,马燕玲。 看服饰就能看。 好美呀。 哪一组呢? 鸟组来自贵州,今年25岁,舞蹈演员。 这就是本场的三位选手了。 这三个地方我都好想去啊。 早就说过了,青山秀水,他们的本色就不错。 那么来到故事上,他们的诉求又是怎样的呢? 通过短片走进他们的世界。 哈喽,大家好,我是黄黄。 我来自中国、台湾、嘉义的南部女孩。 我没有槟囊摊,但是我有服饰摊。 我在台南最热搜的地点,花园夜市, 曾经和我的好姐妹摆过摊子。 因为我从小比较爱美, 然后我也很喜欢比较独特一点的搭配。 在对待客人的时候, 我们也是比较诚实一点,不虚伪的态度。 所以为此,我们的摊子也比较火。 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我们上了桃子节的夜市正妹单元。 直到后来,我们家里出了一场变故。 然后我为了要陪家人, 我休息了一年半。 我陪着我的爸爸, 去到很多国家, 我们一边去旅游, 一边去散散心。 当我想再回去继续我的服饰事业时, 我一位很新人的朋友在北京开了IT公司, 急切地希望我能来北京跟他一起打拼。 爸爸说,你去吧, 虽然不愿意, 但是我的身体还是很健康。 就这样, 我还真的带着行李在2014年的7月来到北京。 北京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市, 还依附着高楼大厦, 蓬勃高度发展着我无法想象的速度。 老胡同里呢, 刻画出的老灵魂, 还有一些保存甚好的大宅院, 都是我在台湾看不到的。 走在后海的流速映衬下, 我看到了最美的夕阳古景。 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当然也有遇到很多男孩子, 然后他们对于我讲的话, 就是比较特别口音, 或是讲这样子啊, 你知道吗?之类的, 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而且更知道说, 我是从中国台湾来的女孩子, 他们知道我是来这里北漂工作的, 他们会特别的照顾我。 其实说,这样子的事情,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本身, 最喜欢收集的就是皮衣还有学子, 总是走着中心俐落的气息, 然后有一个人呢, 他对于我来说,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总是跟我说, 你可以穿一些, 比较女孩子的洋装吗? 还是你可以买一些, 比较高单价的衣服, 别总是这么特别, 别总是穿得这么搞怪。 以前啊, 我总是会回他, 好烦啊, 我知道了啦。 但是呢, 这一次, 我其实是为了他, 我来到了构时上。 欢迎,欢迎荒荒。 荒荒, 好有趣的名字, 你好。 我们觉得你的名字很感激, 对。 女孩子, 荒荒, 吐荒的荒哦。 对, 而且女孩子最怕荒, 对啊, 你为什么会偏偏取了一个荒, 这个字啊。 缘和而来。 没有, 因为在台湾的话, 就是闽南过于老一辈的, 他们讲话会有口音, 因为讲台语讲久了之后, 会变成厌方厌方, 然后我的方式念到最后, 是变成阿荒阿荒。 阿荒阿荒, 荒香。 荒荒荒, 对。 对对对。 然后他们那里念我的名字, 也特别好玩, 叫婆婆。 婆婆。 对对, 真的。 是婆婆没错。 他们怎么叫高伯? 婆婆。 典型长一辈儿。 你脱不了长辈儿这个事儿了。 脱脖。 脱脖。 对对对。 好了, 我们来问你自己, 做过很多, 做过很多事情, 对不对? 哎呀, 好像你光做这个, 我们如果叫导购吧, 服装导购就做了很多年。 对, 都是衣服的。 那你自信的眼光一定相当不错了。 对, 就是自己想法会比较独特一点, 我不想要跟别人一样。 生意好不好? 生意好, 生那时候蛮好的。 生意好就说明上的东西好, 人家会喜欢的。 对, 而且我讲话也比较直接, 我不会因为希望你买, 我就跟你说, 很适合你, 我会以你的感觉, 然后去找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答案你身上。 那段, 这个小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但肯定你的精力要投入都在这里, 所以应该对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 相对会比较少, 所以最遗憾的事情就发生, 妈妈生病。 对, 在我最忙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 在台北。 所以你会放下一切去, 再回去照顾她了。 对, 不能不放下, 完全不是。 但是也无力回天,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件事情对你打击, 有多大妈妈的词事? 所有都没有了, 我最珍惜的那种, 从小妈妈最疼我的那种感觉, 完全没有了。 我没有想过妈妈会那么早去世,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就有了后来, 她很珍惜陪伴爸爸的时间, 就一路给自己和爸爸来抚平, 好像走了好多地方跟她去。 以前比较不懂得跟爸爸相处, 以前都是跟妈妈比较可以聊天, 但是爸爸的可能就是黑脸, 扮黑脸。 但是我发现爸爸年纪大之后, 变得比较可爱, 温柔。 一方面是她变了, 另一方面是你变了。 我也变了。 你大, 年龄大, 你说了吗? 子女长大以后, 其实在看待父母就是孩子。 对吧? 一样的, 反过来。 而且爸为很支撑你的关键的一步, 就是从台湾来到了北京来发展, 父亲当时也会支持你。 其实一开始有点反对, 他觉得说, 你就在台湾就好了。 就蛮好啊。 对啊, 你一样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后来怎么转变了呢? 我就说, 我想要去往外走走看。 对, 我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工作, 因为我做导购做太久了。 那说说你在北京的新工作, 是我朋友之邀来到北京是吧? 对, 一个很信任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在北京开了新公司, 然后他第一个就想到我了。 所从事这个职业呢, 是最近吵得比较热的, 大家争论也比较热的, 很新奇。 来,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职业是? 美女主播。 美女主播。 网络。 网络是。 对, 美女主播。 台湾叫网络, 对吧, 我们叫网络主播。 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算一样科普, 不要有误解。 来, 讲讲。 其实生活比较简单, 生活比较简单。 每天都会有一些交流。 是。 那些人他们的生活比较上班, 回家, 上班回家, 所以他们想要在网络上找一些, 就是互动的方式, 因为他们生活变得很简单。 就是聊天。 聊天, 然后唱唱歌, 他们想听什么, 他们很爱听台语, 米南歌。 那天看一小豆腐块的文章讲, 他就以一个这个职业的人代表, 一天, 不是, 几小时内要唱三十多首歌, 我要疯掉了, 你大概多的时候一天能唱几首歌? 其实我有三, 我有稍微一刚开始, 我都是以先唱歌为主, 因为还不是很熟悉嘛, 对于界面或什么, 然后到最后的话, 粉丝都跟我说, 你可以不要一直唱歌, 你可以跟我们聊天啊, 心疼女人, 北京欢迎你, 然后希望你在这儿好好了, 对吧, 你最好在那儿, 还能找个男朋友什么玩意儿的, 有吗, 现在, 竟然没有男朋友, 我妈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跟我说,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最大的, 就是没有看到结婚, 有小孩, 对, 然后更有女人味一点呢, 也算是给妈妈的一个交代, 你可以变得非常的妩媚, 你可以变得非常的漂亮, 不光是像泡泡她们那样, 女强人那样忙来忙去的, 相信我们能够帮助到你, 好不好, 其实我跟你状况也一样, 我母亲其实过世的时候, 我并不在身边, 那个是极大的打击, 所以我一直, 这四年来, 我其实都是很痛苦的, 但是我有一些方法, 就是我用一个替代的方式, 所谓替代就是, 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忘记,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的, 用一个替代的方式, 包括我也告诉自己说, 妈妈在天上看着我, 或者说赶快我要做梦, 我要做梦, 你赶快来我的梦里, 我都梦不到, 通常越这样讲越不容易, 对, 但是有过一两回, 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 那种感觉我想是, 夹杂的那种痛苦, 或者是愧疚或等等, 我觉得很复杂, 但没有关系, 因为你今天来说是, 无论为在天上的妈妈, 或者爸爸, 希望更有女人味嘛, 那那个味道, 由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话, 我觉得会更美, 更有这种, 因为你本身长得, 其实那个脸蛋就蛮好的,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脸蛋蛮好的, 它有点像肖亚轩, 有一点, 有一点, 视频间很多人说我像肖强, 肖强很小, 没那么老了, 像肖亚轩, 你跟肖强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肖强很小, 对对对, 所以你的性格里面, 因为你喜欢挑战, 然后我觉得经过妈妈的事情, 或这人生的变故, 我觉得你会更珍惜一些东西, 这两种柔和刚好, 我觉得就在你身上展现, 不论叫混搭, 还是说什么, 我觉得也有这种女人味的东西出来, 所以没有关系, 但我是真的是很鼓励你, 很多替代一点一点一点的, 把妈妈的东西保留, 然后替代的东西出来的话, 我觉得会慢慢慢慢的好起来, 我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所以我也会希望多一点, 今天多给你一些祝福啦, 我觉得你蛮好的,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带你一起飞, 她这样的性格和她的经历, 穿这样的感觉, 其实非常适合她, 因为我觉得时尚也好, 她的穿衣风格也好, 其实是跟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和阶段, 是相匹配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跟普通的女性, 肯定会有差别, 但是我觉得她现在, 在选择服装上面, 更像是一个盔甲一样, 她用这种比较, 中性一点的服装, 来把自己一些经历, 一些过往给包裹起来, 让别人看着更加的强势, 更加的强大, 我觉得其实可以慢慢的, 通过你身上的一些单品也好, 通过一些搭配也好, 让自己更加符合, 你未来想象中的样子, 你真实的那个样子, 一件式的裙子, 或者是大衣啊, 这样的非常舒服的单品, 非常有女人味, 但是她同时, 还是保留着你个性中的一种强势, 这样的感觉, 让她综合起来, 我就会比较好, 当然我刚刚就注意到, 她眼睛下面这两个小痣, 然后我刚刚也有问到她, 其实在脸部长痣的话, 尤其这个位置应该是落泪痣, 对, 落泪痣其实是很美的, 但是会有一种忧伤的感觉, 其实内心是有一些柔软的那一面, 但那种强硬的外表包裹起来, 包括这种大平分的头发, 就很帅气, 很欧美的那种, 那种很奔放的感觉, 那如果说想要她, 提醒她内心柔软的, 很大方, 很端庄的, 那种很淑女的感觉, 我要想改变的话, 可能头发做一点卷, 让她有一点弯度, 让她有一些弧线, 那看上去就柔和很多, 然后呢, 眼线可能会稍微处理的淡一点, 然后突出她那种清爽的感觉, 这唇色上面在就是说, 也是那种选择一些比较那种甜蜜的颜色, 那粉橘色呀, 淡粉色呀, 眉毛再松一点, 眉毛稍微的实了一些, 会有一些硬朗的气息, 其实她的问题主要是在发型和眼线上面的改变吧, 那下面呢, 就是你全部的这个改造实践, 全方位的啊, 你有你的审美, 但是也请尊重他们的建议, 我们希望你有所突破, 好不好, 人数不多, 但是给她掌声鼓励一下, 加油, 加油, 很期待, 欢迎大家, 感谢各位的光临和热情, 我们本场的第一位选手呢, 是黄黄, 性格非常好, 跟她聊天我们很愉快, 大家都很喜欢她, 是了, 来, 我们通过大照片回复一下过往的黄黄, 什么样子,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一位帅气的女生, 来自中国台湾, 平常她的妆术呢, 是偏一点街头, 休闲, 感觉帅帅的, 因为她自己很懂, 对, 为什么很懂呢, 因为她在台湾自己卖过服装, 而且生意很好, 不过呢, 有所规划, 因为她现在呢, 是北京的一位北漂, 做的职业呢, 是网络视频女主播, 大家可以去找找她, 对现在的状况呢, 她还是比较满意的, 今天来到舞台上呢, 她其实是为了某一个人, 这个人对她生命中非常的重要, 只是过去或许没有珍惜, 现在觉得有点遗憾和后悔, 希望今天可以圆妈妈的一个愿望, 是了, 是了, 我们是希望通过多维度的这个努力和助力, 能够满足她这个愿望, 应该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一起为她, 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有点黄瓜, 来来来来, 我不太懂啊, 但这个就算是蕾丝一蕾到底了吧, 一蕾到底这样不太好讲, 我们节目的流程是不允许我们的选手, 之前完完整整照个镜子, 想必你没有违规吧, 没有, 完全没有, 现在会不会特别想看看自己的样子, 好想看, 他一定会喜欢, 所以现场的各位, 我们共同见证, 他还没有看过变化后的自己,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赵金哥, 好, 二, 他身材表情就好, 对, 哎呀, 来点评一下自己吧, 点评一下镜中人, 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这么像女人, 这一点很重要, 也是最早的诉求, 对, 完全没有穿过这样子的衣服, 女神不好当, 女神, 但是他不光是很女人, 他还带了一点可爱, 对不对, 就是把你的性格当中的一些特质带出来, 可爱的感觉, 让我看看你的, 你看你脸, 女主持人就是好, 他可以这样上手的, 对呀, 可以啊, 你羡慕吧, 没有办法, 那当然希望把更多的精彩带给各位了, 音乐响起, 黄黄完成踢台笑, 掌声鼓励, 瞬间好优雅呀, 好美呀, 你喜欢哪样的你, 之前还是现在, 我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我很想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前面已经讲到过, 他去烫购时尚之旅呢, 他最想, 最想, 让看到的那个人呢, 是母亲, 无奈母纪已经辞世了, 让妈妈看到什么呢, 看到自己的长大, 看到自己的成熟, 是女儿, 但现在也是女人, 那将来会有自己和谐美满的家庭, 那为此呢, 今天我们的大声说, 做了特别的改良, 大家想不想听我们的网络, 这个美女主播, 给大家来一种很好听的歌曲呢, 而且她是会动真行的, 对自己的特质来讲讲, 应该是不是, 这首歌应该比较特殊吧, 对, 这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这一首歌, 是在讲述母亲, 然后还有自己, 从刚开始在打拼的时候, 努力了很多, 但是也不知道, 有时候在忙什么, 然后没有办法陪家人, 也都是很后面才去懂的, 有时候他会用家乡话, 唱个闽南语, 对吧, 也许我们听过董赞, 相信这个真情点, 能够打动到各位, 来, 我们真诚的掌声, 欢迎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落落那天火 大家好 我叫段苏珊 出生在美丽的广西桂林 离江的水造就了我安静沉稳的性格 从赴中道研究生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了十年的时间 现在是北京歌舞剧院的一名独唱演员 大概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记得可能每一个老师 都会问过孩子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将来的梦想是什么 然后当时我记得全班的同学 大概无非就是说我想当医生了 我想当老师了 然后想当科学家了 然后当老师问到我的时候 我特别羞涩 纵纸头皮站起来说 我想当女强人 在段苏珊上小学的那个年代 开始流行卡拉OK机 父母买了一台 于是苏珊便开始了在家的K歌生涯 记得我在上初二的那年 我们的音乐老师在班里宣布 广西艺术学院附中正在招生 就问我们有没有愿意报考的学生 我当时就鼓起了勇气 举手跟老师说 我想去报考唱歌专业 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声乐 报考唱歌专业 后来老师很惊讶 说你从来没有唱过歌 你会唱吗 我当时就大大方方地走到老师面前 给老师唱了一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大概是这样唱的 小时候 我以为你很美丽 12岁的段苏珊从此一唱惊人 当年她不仅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广西艺术学院附中 六年后更以优异成绩 保送中国音乐学院 一路走来呢 我都挺顺利的 对于爱情的理解 也和我骨子里的性格是一样的 只想找一个简简单单 可以相伴到老的人 前不久呢 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来到这个节目呢 我希望可以改变我传统沉稳的风格 发掘出我的另一面 在我家乡的答谢宴上 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变身 欢迎段苏珊 欢迎 你好 苏珊 你好 你好主持人 为了介绍你开路之前 我跟贝贝两个人练了 变了半天 苏珊 段苏珊 白老师 之前说这样叫就好了 段苏珊 对 不分清教学了 美的名字跟家乡的山水 一样美丽的名字 家是哪里 家是广西桂林 桂林 桂林 假天下 就是 开玩笑了 水一般柔美的女子 逐渐梦想会逐步清晰 偏向于唱歌这方面 是原则于父母送你的一个礼物 是吧 对 是大概是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五六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慢慢流行唱卡拉OK了 卡拉OK 就是家里面都最开 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我爸爸和朋友在广州买的 我还记得那个牌子叫日立巴拉巴 买回家 那个卡拉OK机就在家放着 我就天天就不出门玩了 就天天在家唱 八八八还升级型 我本来不想讲这个暴露年龄的 之前七七七更厉害 你知道吗 那个歌 卡拉OK录像机 是的 七七七 没有没有 七七七打的江山 八八八 你记忆真好 不是 我年龄太够了 你知道吗 记忆力 我的记忆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们在谈什么 代沟 代沟 在关于唱歌方面 初次的自信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自己慢慢找 是 是自己慢慢开始建立起来 当时是广西艺术学院 附中在招生 说有舞蹈和声乐表演的 我去找老师 我说我想报名 老师第一反应就问我 你是不是想考跳舞 想考舞蹈 觉得女生都会喜欢 对 因为他不知道班上能有唱歌的人 后来他斗胆给老师唱了一首歌 歌名是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长大后 这个歌 来两句吧 依然没有琴 给你伴奏 小时候 我以为你很美丽 凌智一群小鸟 飞来飞去 你 副歌 唱大后我就成了你 我以为你 几个了 我有断点他也有断点了 对不起 现在掐的不要播 才不是 这个节目最大的特质就是 我想让他怎么录 他就怎么录 后期一定这样播 死是次要的 多年不唱这个歌了 但是你出伞的那一刻 大家真的好享受 很安静 他成功地考中了传说中的那所艺术的中学 但是他依然决然以第一名 至少第一名或前几名的成见 他退学我不上了 去哪了 去报考中国音乐学院 那就是更高的一个文化 领考试前一个礼拜 我和我妈妈才来到的北京考试 是 来了以后发现 大家都在这里学了有半年的 有一年的 至少也有两三个月的 有适应性的训练 对 然后我就来了 提前 差不多一个礼拜来的 想找老师学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就说那就硬你偷皮考了 成功地考取 一直在音乐学院上 一直到研究生毕业 对 毕业以后来到了团体 哪个团体现在是 北京歌舞剧院 北京歌舞剧院 不管怎么样 他不是图生图长北京人 尽管在这儿求学这么多年度 还好啊 终于找到了完美的爱情的归宿 就是现在先生 刚刚结婚 对的 恭喜恭喜 喜长柳带来 15年刚结婚 回去以后 所以是迟到的祝福了 你很满足于现在的婚姻的状况 但是有个担心 会在他心头 毕竟要回家去操持这个事情 你说的太对了 这一直是我头疼的事 百喜酒 对 听说他是要回两个地方 回他们家和回你老公家 对 去办两场 是了 我就想 可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时尚一些 时尚 然后就像您说的 我可以显得更青春一些 时尚 更有活力一些 就是关键词 咱们今天不是要来展现另一面吗 全新的自己吗 对 所以我就针对这个部分 可能挑战一下 嗯 因为我觉得你很闷 很憋 很憋 其实你有那个实力 你非得要站在台上 证实大家的掌声 那种看着你羡慕的样子 你才相信你有吗 有时候是会这样子的 太希望得到 对 回馈了 对 只有大家回馈了 我才能对自己有一种肯定 肯定 对吧 对你自己的要求 要这么完美也不可能 嗯 所以你只能选出 你自己最在行的 在意的 嗯 那个时候的 你展现出来的就是 有自信的 那个就会 蜕变一个全新的你的 我觉得是从这个起点开始 知道自己要什么 哦 这是我的建议 我带你一起飞 首先我觉得 呃 他的穿着就是太定义化了 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样 可能你会有一个标杆在那里 我觉得您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上下两山 就是上妆跟下妆这样的搭配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会更加年轻 同时能够把你的整个的比例 会拉得非常好 然后最后要说的就是 配饰的问题 我觉得配饰对您来说特别重要 因为在这种简单优雅的 着装情况下 配饰是最能够凸显出品质 以及它的一些个性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少一些 比较传统类型的配饰 可以去尝试一些 稍微有个性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让您更加年轻 更加随和 我也是觉得它的眼妆 应该是加重一些 所以加重器不一定是特别浓 是比较放大 然后比如眼线 才会拉长一些 然后可以沾一些睫毛 是不是可以的 最重要还是发型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唱明歌 一打扮就把我们打扮成那样 对 高高的在上面 但实际上我建议就是说 即便是我是盘发 我可以做中分 有古典感没有问题 很适合你的这种气质 然后往下走 变成优雅感 我觉得是可以的 如果就是要回家 就是办酒席的话 我觉得其实可以小清新一点 我特别想给你挑战 一个小清新造型 现场我们来一下眼妆的对比 好 可以稍微来一下眼妆的对比 这眼睛下方的提亮很重要 这个提亮呢 使着眼妆会显得更干净 然后我就把它的眼线 然后给它做长 加宽一点 再外眼为处 好 然后呢下眼睛 也来一点一点 但是呢不要太多 找中间外眼尾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就是睫毛 我们贴一点 一点点睫毛 很少的 外眼尾贴一些 然后内眼角稍微的 延续出来一点点 然后我把眉毛稍微的改一下 画宽一点的眉毛 会显得 这种脸型就会更小 我说的宽度 会自然的宽度 放宽 顺着眉毛的生长方向 一次画完之后 可以拿着手 轻轻的刷一下 这样看上去更自然 再你用手去按到 颜骨下面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做是 用一手按影的位置 对 那这个地方销售下去 比这下去更重要 这里凹下去 才是真正瘦下来 对 可以把这个地方下来 凹下去 我觉得小林 稍微的做了两下之后 清新淡雅的妆容 非常适合她 希望待会能够整个的 达到你的要求 好 谢谢 为了爸爸 她曾辞职一年半 带她走遍全球 我陪着我的爸爸 去到很多国家 我们一边去旅游 一边去散散心 为了事业 来自台湾的她 又做起了北漂 她从小与众不同 童年的理想 竟然是当 我想当女强人 阴差阳错 现在她的职业是什么 而她纯情可爱 为何所爱佳肴 竟成大家的噩梦 那她身上的服饰 又有什么讲究 年轻的她们 为何来到构式上 在这儿 她们又能否找到 全新的自己 敬请收看构式上之 我要的幸福 苏珊 苏珊 段苏珊 准备好了 我们还是通过大照片 来看一下过往的苏珊 好 非常漂亮的一位女子 来自广西桂林 她现在是北京歌舞剧院的 一名名歌的歌唱演员 我们要恭喜她的是 她15年刚刚结婚 现在是新婚期间 所以她有一个愿望 是因为要回老家办婚礼 希望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能够打造不一样的她 因为在大舞台上唱名歌的那种装束 她觉得过于保守 或者说太不太符合她的年纪了 她希望要清新 你还记得要干 要甜美 要清新 要时尚 是关键要时尚 我们是喜欢这样的选手的 为什么呢 目标明确 我们就可以有地方去 对不对 来吧 为苏珊 我们倒数五个数 一起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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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巨大 感谢几位老 瞬间更洋气也更时尚 她也是一样 之前没有照过镜子 我们要不要掌声鼓励他一下 加油 加油 那我们进行造型 三 二 点评一下吧 在我拉开帘子之前 他还说我紧张 我紧张 我紧张 看完了 来点评一下自己吧 我觉得自己显得更加有活力了 然后更加时尚了 而且我说一句 你讲 直接可以讲 很不要脸的话 我觉得都有女人味了 必须是有啊 是不是 人 人太低调 人太低调也不好 太谦虚了 太谦虚就不真实 像我就一直觉得自己玉树临风 我就自己讲 像我这样也不好啊 不过人也要有自己知名 没错了 这个马上就要回老家 来再办喜宴 我们呢 老家那么远去不了 对吧 参加不了 但是我们在现场 听他一曲曼妙的歌声 就算是咱们去了 是不是 他是专业团体内的 专业歌唱演员 掌声热烈点 回 不知雕花的窗 标出一阵茶香 一蓝促美的爱 落雨染红脸彷徨 把脚眼影的青鸟 只留朦胧着月光 树下成霜的背影 爱一生容难掩藏 是谁拨动你的心弦 搁得相似无语 红颜已碎 无所谓 是谁请留你的憧憬 通关浮生满堂 两江湘河 与今千年俗 树长 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海里的 苗家女 马彦林 我最近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为贵广高铁 做形象代言人 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好客 而且特别喜欢喝香甜的米酒 尤其是有贵宾来的时候 我们还会唱住酒歌 12岁那年 我就离开家乡 来到北京求学 来北京这么多年 可我还是最爱苗家 特有的酸辣味道 想吃的时候 我就在北京找啊找啊 却总是没有找到正宗的苗家饭店 前不久 回了一趟家 吃到了我们那特有的一道菜 叫做羊饼汤 发在了朋友圈 很多朋友都在我的下面评论说 这是重口味的菜 其实这可是苗族最特色的菜谱之一 羊饼汤呢 它是用羊的胆汁制作而成的 在苗宇它叫做窝汁 据说这道菜很养胃 我吃了很多次 只是稍微有一点点苦 很多时候大家一听到我是苗族人 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 啊 你是不是会下鼓啊 我当时觉得挺难过的 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苗族人就会下鼓呢 其实苗族是一个很友善的民族 我也一直在努力让大家能够了解我自己的民族 想通过自己的服饰 自己的声音去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希望就是通过构式上能够找到答案 我也一直在努力 欢迎马燕玲 欢迎燕玲 好 欢迎 叮咛哛的就来了 握手都有配乐啊 马燕玲 苗族对吧 对 这在苗族算是这个比较隆重的 这个圣装 对 一般在出嫁的时候 在隆重的节日的时候会穿这个服装 然后还有就是要出嫁的那一天一定要穿 是吧 那这套就是你出嫁的时候要穿的 这套不是 这还不算最隆重的了 出嫁还是特别定制版的 在我们就是从小的时候 然后妈妈就为你做一套银式的嫁装 然后就是到你出嫁的那一天 你就要穿的最美丽的 那这套嫁装得一直做 长年做 因为都是精细活 是的 都是纯手工的 最重的能有多重呢 银式大概有三十多斤吧 重三十多斤 像我今天穿的这一身就是 这上面绣的是破线绣 就是由一根线 然后抽出很多丝 然后一针一线这样绣上去的 老师傅给你做的是吧 对 这个是我家里的亲戚给缝的 可我们俩都看呆了 十几岁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了 对 是学艺是吧 对 学舞蹈 学舞蹈 最近有一件好事应该恭喜你 成为了这个贵广高铁的这个形象大型 那以后我们坐高铁都可以看到你的形象了 是的 是了 咱们要专门去广州 然后这个贵广高铁能看到它 确实曝光力高了以后是好 是家乡的人民对你认识的更多了 对 所以我要更加的努力 来说说我们苗族的一些习俗 刚才呢服装方面只是涉及到了一部分 那只是看得到的一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喝酒也很厉害的 是 苗族是喝米酒吧 对 喝米酒 不管什么酒 我是那蒙 米子里的酒也好厉害 都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受得了他们的酒 为什么呢 这都不一样的 因为苗族的酒就是非常甜 一口喝下去 会不停地喝就会觉得很好喝 但是它后劲特别大 是吧 了解了吧 这个我有 江浙的有一种梅子酒也是这样的 你觉得好喝 然后自然不停地喝最后就倒了 你酒量如何 我酒量一般吧 最美最广 喝茅台我最多喝十几倍 如果喝皮心有的话呢 你无语啊 十几瓶吧 啤酒十几瓶是没有问题的 啤酒十几瓶没问题 它刚才都讲茅台了 茅台我怎么能 十几倍啤酒是十几瓶 整箱的 我脑墙去 但是其实我这个酒量 还在我们苗族来说不算特别好的 还有更牛的 不够巧的 我啤酒一瓶就饱了 此行来到构时尚 你的这个诉求点是什么呢 对呀 我希望就是既保留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 然后呢 在就是在服装和造型上面 就是打扮得更加的时尚 时尚一点 对 那也许他们最后在你亮相的时候 也许会就改变的幅度太大 你有这个心理建设准备吗 当然有啊 我希望我们苗族的这个文化 又被盛家的推广出去 因为苗族它的就是服饰也很多 但是它都是就是比较单一的 然后穿着就比较穿透 而且必须承认它的实用性要差 对 好看是好看 就拿你刚才上台之前 那个繁杂的准备工作人员 就实在是很难活在 真需要穿半天 那就是都市这个当中 所以它也只是在庆典的时候 才会这样穿 对于它本人而言呢 它刚才诉求也提到 它希望能够更加的接轨 能够更加的这个时尚 对不对 相信我们的各位专家 能够帮助到 所以你知道少数民族就有一个特色 就它其实就叫做大地之子 就它是吃喝跳舞 这其他说为什么 刚才说很豪爽很爽 其实本性是这样 但我就感觉 因为有一点点 好像比较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或者是如果不知道苗族 说真的有些人真的 不知道的话 其实有时候会让你生气 我觉得我的感受是这样 所以我感觉就是 其实苗族叫少数民族 其实越少 现在这个世代是越值钱 是 真的是越值钱 所以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特色在哪里 我觉得还不止这个服装的概念 就是你这人的人格 你的魅力 你的特色在哪里 我觉得展现出来的话 别就可能会改观 就把心根放宽一点 对 因为本来我说大地之子 就是该快乐 该自然 就天然的东西 把那个东西找回来就对了 不要受到外面影响 尤其是你现在接下来 要在演艺事业上发展 你就更需要 更多挑战 对 更多的挑战 面对要更复杂的事情 你就应该不要那么直线条 随着年纪的增长 可以再曲线一点 可以慢慢越来越圆融 圆融 对对对 加油 加油 谢谢白叔叔 谢谢 他叫你叔叔不过分了 我带你一起飞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代表了中国的 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 但是从装面上和发型上 如果说生活当中 不穿这身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更有代表性 因为已经是一个形象 大使了已经 那我想的话 就是长发直发 不要盘起来 也一样可以 因为它代表着天然 自然 回归自然 就是美貌呢 可以让它黑黑的 跟你头发颜色一样 纯色呢 也是可以有一点红 那种纯红齿白的 那种天然的 那种东方美女感 其实就像刚刚大家说到的 我觉得就是 他手上这些东西 非常地精致 然后非常地具有 苗族的特色 同时也是他自己想 想去宣传的 想去发扬的一些 传统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 他不管是穿着 任何的 不管是街头 还是甜美 我觉得都可以选择 这样的配饰来搭配 只能说 它的多少 或者是它的一些样式 然后这样能够把你的辨识度 也能够非常快地 让大家知道 没错 谢谢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你 你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好的 我们会继续加油 他们也会加油的好不好 要给他一些心理准备啊 最后在亮相的时候 一定让大家再次看到 苗族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加油 掌声鼓励 非常期待 好 祝准妹吧 叮咛咛 叮咛咛 对 叮咛咛 叮咛咛 马尹会 再给我们这就是 叮咛咛的声音 我觉得你要看 她之前的照片 都觉得已经是零瑕疵了 不过还是回复一下 过往吧 出照片 来自贵州海里的一位苗族姑娘 真的非常的美 皮肤也很好 她是贵广高铁的代言 她希望将苗族的文化传播开来 也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苗族姑娘 不过大部分的演出 她的服饰都是这样的 少数民族服饰很漂亮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牵篇一律了 她自己觉得 所以她希望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由我们的造型师 给她能够打扮的 将传统民族和现代融合为一体的造型 看看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结果我们也很期待 因为我们想看看 她还能变得更漂亮 还会不会有叮咛咛的 几位男雷了 来为她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四 开始 好 好 好 特别好 好看 这样不光好看 好有设计感的 来 台中 台中 真好 好看 好看 你自己没好好照过镜子吧 没有 来吧 我们给她掌声鼓励一块照照镜子 见证她照镜子时刻 来 这边 那是相当的好 特别好 三 二 还有风格 谢谢她说 我很满意今天的这个造型 我没有想到我今天可以这么漂亮 也要谢谢造型师 谢谢各位老师为我打造那么美丽的 我希望就是民族服饰需要创新 然后我会一直走在前列的那个人 继续加油 叶玲我跟你说 你今天其实你一直都很漂亮 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 但是你今天很有你的民族特点 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 你有什么演艺 特质要奉献给大家 让大家领略一下 我想表演一段我们苗族的舞蹈 美丽的苗姑娘 美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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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期节目开场的时候是讲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青山瘦水出来的几个妹妹在我们的舞台上更加美丽地绽放了 我们看到他们不光是天资都会 而且在后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努力 执着于自己的梦想 这点非常重要 又是一个愉快的制作周期 要说的是感谢的话 感谢我们几位专家团辛苦的付出 谢谢你们 谢谢 也要感谢现场观众每一位观众的热情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 本场节目就让保持好景景下周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